你见过那么多排骨没有 全部是用金牌做的 每根金牌把它开成什么厂 用麻辣味腌制了以后 每根都是手工 怪的就是天然餐衣里面了 啥时候天然餐衣 我们要再解释一下 就是用做的小厂 把它刮洗干净以后 这个就叫餐衣 它有一种叫收户的餐衣 这种吃起来不好吃 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 关于排骨餐厂的 排骨餐厂有没有的龙骨 它都是由金牌组成的 但是它有一些说实话 它会有脆骨 会的是成长 买个排骨的时候都晓得 排骨下面你说 它和花肉的连接的部分 有一部分它叫出金牌 他们说我们不可能 不把它夹到里面去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每根都是这种金牌的话 那么说实话成本就太高了 而且我做成这个 因为现在没有吃骨瓜的骨 它还是多好吃 第二个300克和一公斤 比如说300克的它就10多根 那么一公斤炒得来就是3个300克 它就是30多40多根 不一定的 因为它不可能是我们去做出来的 我们在工装的时候也会根据实际情况 来做一些调整 做食品 做的就是重要的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 我们永远会出事 但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处理所有错误的态度 我们任何东西都在做 人家 如常说的就是 这个老板会出事 那么我们就不担心任何的会期了 对不对呢 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联系 保护我们家的所有产品 那么我对得起我本事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 我还认识老话 我不敢保证我们家的东西最好吃的 但我敢保证我们家的东西是最放心的 售后也是可以让一般 我们家的排骨香肠 拿走不把死呗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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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